你看我们今天是选举产生新一届国家机构的领导人 那之前的这个名单里面经历过很丰富的多层次的多方面的协商 同时呢最终我们还要看到人民代表来投票 所以在全国人民民主当中的这个权链条当中 民主的选举 民主协商 然后民主决策 然后民主管理 最后还有民主监督 其实这个权链条当中的方方面面体现的民主 这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生动的呈现 那总书记呢在今年2月7号 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班的讲话当中啊 特别谈到了我们践行中国式现代化 蕴含有独特的六个观 其中就有民主观 所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呢 是我们践行中国式现代化 这个蕴含的独特的民主观的表现 世界上呢有不同的文明 不同的语言文字 大家都讲民主 但是呢 可能大家对民主的理解各有不同 实践也各有不同 总书记也多次在国际场合讲过 说我们要去弘扬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的 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所以总书记也曾经特别谈到过 说我们不同的文明呢 大家要以宽广的胸怀 来理解大家对这个价值的不同的认识 然后来尊重不同国家的人民去践行这个价值的实践 那我们的中国是现代化 我们的全国成人民民主 就是我们来践行我们对人民民主的理解 我们所进行的实践 所形成的道路 而他还提到呢要把这些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呢 要具体的现实的体现到为人民实现更多利益的那个过程当中 就是这些关键词包括民主 它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 要把它具体的现实的体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体现到社会的进步当中 你看包括这次 还有立法法要进行修改 要进行修正 最后要到人民大会堂这样的这个庄严的场景里面 最终要由全国人的代表们来进行审议 来最后进行投票的表决 这是我们能感受到的全过程 人民民主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